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基督教团体和家人对又一位中国家庭教会长老被拘留 表示强烈抗议 胡锡进也忍不住了 他呼吁广泰沿路 改革开放需要宪法秩序下的宽松氛围来托举 美国年底前已无望通过原污预算 中国或乐见对污原柱渐去枯竭 魏普评论2023 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体制盛极而衰 峰会中习近平曾直言告诉拜登 中国终将统一台湾 请大家收看 基督教团体和家人对又一位中国家庭教会长老被拘留 表示强烈抗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丁中福 丁通福 一亿是被敲门声吵醒的 五名警察前来问候这位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长老 11月的那个星期四早上 警察搜查了他与妻子葛云霞 敦英义和六岁女儿共同居住的房子 将他按在墙上审问 丁中福因涉嫌欺诈被从安徽省的家中带走 他的家人现在恳求释放他 在对此案的首次公开评论中 丁中福的家人否认他有任何欺诈行为 相反 他们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这是中国更广泛打压宗教自由的一部分 丁中福的家人说 另外还有四人被拘留 他们都是干权教会的资深成员 根据教会的一份公告 他们都因涉嫌欺诈而被带走 美国基督教权力组织对华人助协会的创始人 傅希秋呼吁释放丁中福 他说 在捏造的欺诈指控下 许多基督徒面临严厉的迫害 近年来 警方开始对所谓的家庭教会 或未在中国政府注册的非正式教会的领导人 提出欺诈指控 虽然中国允许信奉基督教 但只能在经国家注册的教堂合法进行 许多选择在家庭教会礼拜的人表示 加入国营教会意味着崇拜政府和共产党 凌驾于上帝之上 他们对此表示拒绝 傅希秋说 2022年 湖北省中部的郝志伟牧师 因被控诈骗罪被判处八年徒刑 同年 传道人李杰和韩晓动 以及教会同工王强也因涉嫌诈骗罪被捕 12月1日 警方将丁中福的妻子传唤至派出所 称其丈夫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他们让他签署了一些文件 承认他们正在调查丁中福 但拒绝给他副本 周二接听美联社电话的合肥室 鼠山区分局刑事科一名警官拒绝回答问题 称他无法核实美联社记者的身份 丁中福一家人正准备于12月搬到美国 与他和前妻所生的女儿团聚 我之前不完全支持他搬到美国 丁中福的女儿丁万林 说 因为那将是彻底的背井离乡 直到这次事件 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本来希望他能参加他春天的婚礼 葛云霞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丁中福的单权家庭教会多次被迫搬迁 惠众集资购买房产用作礼拜场所 由于这些教会不被政府承认 这些房产被写在丁和另外两名教会成员的名下 尽管如此 警察仍禁止他们使用该房产进行礼拜 并在仪式开始前出现 阻止人们进入 丁中福的妻子说 近年来 教会在更随机的地点聚会 已逃避警察 该教会约有400至5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信徒 丁中福除了管理教会的财务外 还担任社区的长老 人们可以向他寻求帮助 一位朋友在为丁长老案件撰写的手写证词中称 丁中福是一个和善的人 他总是积极主动地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胡锡进也忍不住了 他呼吁广泰沿路 改革开放需要宪法秩序下的宽松氛围来托举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前官方媒体评论人胡锡进 星期三12月20日在微博上发文 呼吁官方机构和网络博主 在互联网上提高对于批评的接受程度 不要过滤乃至关闭评论区 胡锡进这篇文章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 官方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之际发表的 该文一发 立刻引来了表示赞同的网民 但也有人批评胡锡进的呼吁不真诚 因为他将审查顾虑归咎为机构或是个人的行为 而非政府行为 胡锡进呼吁互联网广开言论 在这篇帖文里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 前主编胡锡进表示 我们都在舆论场上 这又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所有名人 机构 包括各地政府都要有对批评 和各种负面舆情的承受力 面对正常的议论 挨骂就挨骂了 有则改制 无则加勉 那样的话 我们的社会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紧张 和往常一样 胡锡进的评论总是精准踩在社会热点问题上 在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 中国官方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之际 胡锡进自然也提到了更大的主题 改革开放需要宪法秩序下的宽松氛围来托局 大家都谨小慎微 生怕挨批评 或者成了舆论焦点 都把很大精力放在严防被舆论盯上 这怎么行 他说 由于批评声有时会导致官员被调查和撤职 明星或博主被封杀 所以大家都害怕批评 但他认为 审查评论不利于网络上舆论环境的健康发展 现在很多机构账号下得很经常不敢开评论 太紧张了 太经不起骂了 如此情况总不能长期就这样了吧 他写道 听批评的人很敏感 肯定会最终传导到批评发出的异端 使得批评也变得敏感 什么都像是围攻 网爆 慢慢地批评就会受限 他强调 重视互联网的批评 不能变成怕批评 不能战战兢兢的 坦然些 只要自己没大问题 有点小错 被骂了 又咋的 当然了 批评者不能造谣 构陷 那要负法律责任的 一旦激起千层浪 网民认同网络审查太严格 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里 网民们纷纷抱怨起了 网络上的言论审查 一位网民写道 现在不敢随便说了 动不动说了几句 他们不爱听的实话 境外势力的称号给你按上 也有网民称 要官方接受批评 是不现实的 一条评论说 可以用在网上的字 都一天比一天少 还接受批评 面对现实都不乐意 骗人请注意次数 次数多了 就是骗自己 还有网民说 官方不仅不接受批评 还惩罚批评的人 说真话要被抓起来 或者禁言 过去几年来 北京不断强化了 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 与评论的审查 针对新冠70政策的言论管制 最终导致了2022年11月底 全国范围内的街头抗议活动 今年3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正式开启他作为 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时 中国社媒上相关新闻的评论区 几乎全部被过滤 只留下清一色的明星所向等留言 如今 微博上的新闻评论区 被过滤已经是常态 为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审查 严格程度 网民呢也发明了 绕开审查以表达不满的方式 例如在评论区里回复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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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新闻下故意谈论 看似毫不相关的天气 对于胡锡进星期三发出的呼吁 一些网民也表示赞同 一位网民写道 面对正常的议论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一刀切的关闭评论不可取 但一条回复该网民的留言却表示 有没有可能人家就是不想听 胡锡进被批回避了网络审查的体制性原因 胡锡进本人也成了一些网民批判的对象 一位网民讽刺的指出 胡锡进本人也常删除评论 老胡倒是开评论 但是会手动删评 网民呢还表示 胡锡进明明知道 如今的严格审查是体制性的 却仅将其描绘成个人接受程度的问题 一条评论问道 你把你近两年隐藏或删掉的微博都发出来 再把你发到外网的推文都发进来 你敢吗 不敢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美国年底前已无望通过人物预算 中国或乐见对乌援助渐去枯竭 美国之音中文网 由于民主和共和两党 未能就加强边境安全问题达成共识 美国国会星期二12月19日宣布 年底前已无望批准乔拜登 周拜登总统提出的 高达600多亿美元的 对乌克兰的紧急军事援助案 此前白宫也表示人物资金将于本月底耗尽 这一僵局不仅事关乌克兰战争的胜负 也被普遍认为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的连锁反应 与台海安全局势息息相关 一个星期前 欧盟峰会上各国也未能就乌克兰急需的 500亿欧元540亿美元财政援助方案达成一致 彭博新闻星期三12月20日报道说 接踵而来的重挫 让乌克兰的盟友们开始思考自俄罗斯入侵以来 他们一直拒绝想象的事情 弗拉基米尔普京 伦迪美尔普登可能会获胜 官员们已开始考虑俄罗斯胜利的后果 美国智库最新的一项研究指出 一旦乌战失利 美国将不得不从亚洲向欧洲调兵 从而为中国攻打台湾 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良机 我认为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 会非常乐见美国及其盟友 减少或终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格伦查菲茨 Glent Chaffetz说 中国或乐见人万搁浅 扎菲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相信北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有势事态的发展 因为中共领导层非常希望了解 在对台湾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情况下 台湾将从美国和其他民主世界国家获得多少支持 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1000多亿美元 拜登总统的补充多款案提请国会再批准600亿美元 然而 从民间到国会 越来越多的人对继续资助乌克兰 持怀疑立场 随着乌克兰沿东临近 战争即将步入第三年 美国的民意对乌战的态度似乎已经开始生变 盖洛普上个月的调查显示 61%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的财政援助应有所节制 仅有三分之一 33%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的现行做法是正确的 41%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做得过多 而这一比例 去年时只有24% 另一家民意调查机构机构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报告也说 约一半48%的受访者表示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过多的援助 认为支持适当的仅为29%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 最近的一篇报告称 美国和欧洲新承诺的援助 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创下新低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近90% 达到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点 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 乌克兰被普遍认为 无法仅靠一己之力打败俄罗斯 有我们并不能保证打赢 但没有我们他们肯定赢不了 一位高级美国军官 最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 虽然两党因未能就加强边境安全问题达成共识 使得乌克兰援助案搁浅 但坚持在没有移民和边境安全政策改革的情况下 批准这项援助的国会议员人数也不少 随着对乌克兰援助方案在国会久拖不绝 一些军事观察人士对由此引起的长期效应被感担忧 他们指出 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美国是否在一场旷日持久 代价高昂的战争中一直有决心 有能力坚定不移地支持盟友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 Wilson Center瓦赫巴战略竞争研究所所长 马克·肯尼迪 Mark Kennedy 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 美国放弃乌克兰 将令习近平感到振奋 因为这表明美国在捍卫自由 并支持盟友方面缺乏持久的决心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 政策研究机构2430组织 2430group主任扎菲茨 最近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站上撰文说 对于美国来说 俄罗斯和中国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部分 北京利用莫斯科作为实现其野心的工具 任何安抚或迁就俄罗斯的行为 都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中国 这些事态发展综合起来 向北京发出了一个复杂的信息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 卡尔·舒斯特·卡尔·休斯特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将把美国在阿富汗的挫折 以及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反应 纳入对整个亚洲 特别是台湾的筹划之中 放弃援乌 遭殃的不仅是乌克兰 还有台湾 自乌战爆发以来 一直有批评人士指出 美国对乌克兰的大量援助会分散对中国威胁的注意力 抽调走部署在印太战区的战略资源 很多议员坚持认为 中国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 应采取更多的措施支持台湾 对乌克兰的援助会分散美军资源 并因此而投票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国会跨党派机构机构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人会 也在不久前的一份报告中说 将现有的武器和弹药库存转移给乌克兰 加剧了对台湾军售的积压 轩弱了该岛的备战能力 华盛顿邮报星期二12月19日报道说 面对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严重短缺 以及国会无法解决僵局 美国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 报道援引要求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 预计日本本星期将正式改变政策 使其能够向美国出口数十枚爱国者导弹 以补充库存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的防空系统 由于讨论仍在进行中 该官员要求匿名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军事专家指出 美国不向乌克兰施以援手的代价可能更大 俄罗斯一旦得手 失去的不仅仅只是乌克兰 遭殃的还可能有台湾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争研究协会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上星期的一篇报告警告说 但这篇报告说 如果美国切断所有军事援助 欧洲会不起后尘 俄罗斯接管整个乌克兰绝非不可能 这样的结果将使一只备受重创 但却趾高气扬的俄罗斯军队 一直逼近北约的边界 从黑海到北冰洋 由于俄罗斯军队 可能更接近波兰 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边界 而克里米亚史克里姆林宫 在黑海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需要对其欧洲军队进行大量投资 而鉴于美国制造业的局限性 这可能迫使白宫做出选择 是在亚洲保留足够的兵力 以保卫台湾免受中国潜在的打击 还是阻止俄罗斯对北约的攻击 这篇题为 《失去乌克兰的高昂代价》 《俄罗斯胜利的战略和财政影响》说 报告说 北约的防御战略主要依赖于空中优势 美国将不得不把大部分隐形飞机 永久部署在欧洲 但是台湾也严重依赖 同样用于欧洲防御的隐形飞机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 政策研究机构2430组织的主任扎菲茨说 他理解很多人认为 美国对乌援助分散了在印太地区的资源和注意力 但是这类观点忽视了不支持乌克兰的成本 不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将鼓励他们 中国 俄罗斯及其同伙 对其他民主国家采取激进行为 魏普评论 2023 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体制盛极而衰 自由亚洲电台 年终已尽 回顾本年的中国政经发展 觉得有必要讨论 2023年习近平独裁体制的演变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2023年一时 习是独裁不可一世 二、不可一世的习是独裁 出现明显的衰败征兆 三、习近平仍然继续强化 其一人独裁体制 四、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2023年 美国总统、德国外长和美国驻日本大使 不约而同地称习近平为独裁者 习很不高兴 中国外交部认为这是 侵犯了中国伟大领袖的政治尊严 就连《华尔基日报》也认为 在外交场合 只领导性地向外国领导人发难 这样的做法很不寻常 98-2023 需要指出的是 习近平并非2023年才变成独裁者的 早在2018年 中共修宪使习近平成为终身领导人 即意味着中国从专制走向独裁 2018年的修宪使得中国的自由派学者 惊诧并心如死灰 2023习近平正式获得世界领袖公认的独裁者称号 他们应该不会再惊讶 虽然在外交领域 这依然很不寻常 其不寻常处在于 习近平已经从理论上的 宪法上的独裁者成为货真价实的 如假包换的艺人说了算的独裁者 特别是从2022年中共二十大起 习近平的独裁体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 不可一世的地步 2023年3月 这个独裁体制 经过人大两会装无作样的批准 习近平正式一统江湖 党天下遂变成了习天下 习家军全面取代了江派 团派等党内其他力量 肆无忌惮地改变了过去三十余年 中共各派势力大体保持的 还算说的过去的高层权力分配格局 在习的天下 只有习的绝对忠诚的拥护者 才能获得习的权力赏赐 为了可以毫无顾忌地唱他的权力独角戏 习近平把党权 政府权 军权 金融权 经济权 改革权 意识形态权等等统统抓在手 党内高层再无分工 党政之间亦无区别 今年3月就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说 国务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机关 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李强的阿玉之词证明 中国已经只有习近平和党的存在 没有总理和政府的存在了 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 习都是亲自谋划部署 亲自指导把关 新华社最近报道中国的改革道路时 还特别强调习近平的亲自主持 亲自领导 亲笔修改 亲自决策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 或许就是这些亲自 日式了不可一世的习式独裁 不可能长命百岁 习式独裁的衰败征兆已经显而易见 其衰败的一个标志 就是2023年6月开始的 外交部长秦刚 国防部长李尚福 和火箭军高层的集体消失 这是对习近平独裁体制的致命打击 习近平识人 选人和用人的不对 不准和不当 广受党内 军内和老百姓的公开质疑 习近平掌握权力的能力 治理国家的能力被广为怀疑 他的个人声望也遭受很大挫折 另一个衰败的标志就是 经济糟糕的一塌糊涂 外资大规模撤离 失业居高不下 地方欠巨额坏债 众多楼盘烂尾 GDP大幅下降等等 令人匪备所思的是 当明显的衰败信号出现后 习近平仍然继续一意孤行地强化一人独裁体制 虽然他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微调 但在主要方面 他则坚决不改 他最近的一些举措显示 他深度迷信自己个人的力量 在独裁者陷阱中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 不知悔改 不愿纠错 最近中共官媒发文指出 习近平要为中国金融指明方向 要主导改革进程 要专家学者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等等 习的这些举措说明 习近平要在他的独裁之路上继续走下去 习近平继续一意孤行的后果非常严重 习亲自抓金融 股市大跌 习训斥百官 百官躺平 党内高层和红二代的不满与反抗 加上难以复苏的经济和动荡的军队 再加上西方的联盟围堵 习市独裁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 甚至可能会随时脆断 可是习依然自我神化 迷信他的一人独裁体制 总之 习近平的独裁体制在2023年盛极而衰 根据这个趋势 我们或许可以预言 这个体制在2024年可能会随时脆断 而真正的始作俑者 非习近平莫属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峰会中 习近平曾直言告诉拜登 中国终将统一台湾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11月中旬 在旧金山举行 两人一年来的首次双边峰会 受到全球的高度关注 各界除了观察拜习会 是否可以真正让持续恶化的美中关系 只跌回声外 也相当重视 双方在被北京称为美中关系核心中的核心的台湾问题上的各自表述 拜习峰会结束后 习近平称没有2025年 2027年或2035年攻台时间表的说法 冲斥了全球各大媒体的标题 让许多担心台湾海峡兵兴战危的民众仿佛松了一口气 但是美国广播公司NBC星期三12月20日通过采访三位美国现任和现任官员报道说 其实习近平有关没有攻台时间表的说法只是硬币的一面 而硬币的另一面却被外界忽略了 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曾经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公开表示 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时做好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 2027年就被外界普遍视为习近平计划武力攻台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美国军方和智库也有人预测 习近平预计在2025年或2027年攻台 NBC引述美方听取了会议简报的两位现任和一位现任官员的话说 其实习近平在与拜登举行的有双方官员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主动提及 外界有人预测他有2025或2027年夺取台湾的计划 而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 因为他尚未就此制定一个时间表 另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在拜习峰会结束后的报道 习近平在会晤中就台湾问题强调 美国应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具体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央视引述习近平对拜登的话说 美方知情官员还向NBC透露 中方官员在峰会举行之前曾向美方提出要求 希望拜登在峰会结束后表示支持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 同时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这要求遭到白宫的拒绝 白宫国安会一位发言人拒绝就此事 向NBC发表评论 NBC报道说 习近平就台湾问题私下向拜登发出的警告 与他过去一贯就台湾问题公开表达的立场并无明显不同 但是由于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恫吓逐渐加大 特别是在台湾下个月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之前 因此特别引起美方官员的关注 他的措辞与他过去一贯的说法并无不同 他一直都对台湾立场强硬 他走的是强硬路线 NBC引述一位了解峰会细节的官员的话说 习近平在去年10日举行的中国二十大上曾公开表示 如果台湾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宣布独立 中国大陆将对台湾动武 他还说武力威胁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习近平同时宣布要在2035年将中国的经济规模翻一翻的目标 声称我们必须继续将经济发展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 NBC报道说 有些专家怀疑 在台湾不宣布独立的情况下 北京会对台湾倾起战端 因为军事冲突将让北京无法实现其经济目标 NBC引述美方官员的话说 习近平在旧金山的峰会上 对台湾民进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表达了关切 当拜登表达中国应该尊重台湾选举制度的愿望后 习近平回应说 和平当然很好 但是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NBC在报道中指出 美中双方为举行拜习会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沟通与准备 中国一枚高空侦察气球 今年2月初入侵美国领空遭到美军击落后 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跌入谷底 白宫希望通过拜习峰会 让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 而拜登本人也一再强调 有必要避免美中之间发生武装冲突 中美处于竞争关系之中 但是我的责任就是要让竞争合理 而且可以管控 从而不会导致冲突 拜登说 这就是我要做的 这也是事情的关键 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证件发表会 三党候选人就两岸议题针锋相对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总统大选的首场电视证件发表会 12月20日晚间登场 在国际关注的两岸议题上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质问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否愿意终结台独党纲 赖清德则反讽侯友宜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的亲中立场是追求两岸统一的假和平 柯文哲并未攻击两位对手的两岸政策 而是重申以五个互相原则和中国网埋 在台湾总统大选的首场电视证件上 三党候选人分三轮依序发言 虽未安排交叉结问 但三人交锋中充满火药味 在首轮发言中 三人先就两岸政策各输己见 侯友宜反对一国两制 预赖清德终结台独党纲 侯友宜表示 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政治的护国神山 他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坚持台湾民主自由制度 并反对北京倡议的一国两制 也反对台独 侯友宜直接质问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 是否愿意终结台独党纲 他说 赖清德担任国大代表时 曾高举台独万岁的牌子 担任台南市长时 也在一场连说三次主张台湾独立 五年前担任行政院长时 更明确表明自己 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不管担任哪个职务 都不会改变 但现在要参选总统了 赖清德却改口硬拗称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有定义上的不同 侯友宜质问赖清德 你一次又一次说 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 既然这样 你愿意以苍生为念 在此公开放弃你的台独主张吗 赖先生 你是民进党现在的党主席 你是否愿意在这个地方 承诺终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让我们全体国人能够安心 美国《外交事务》期刊11月底 刊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亚洲计划主任 葛莱宜·巴尼·格雷瑟 康纳尔大学政治学教授 白杰西 Jessica Chen-West 和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科庆生 Thomas Christensen 的联名文章 三人呼吁赖清德 若当选台湾总统 应考虑冻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让其维持两岸现状的承诺 更可信 面对后友宜的质问 赖清德未做出任何回应 他反向两位对手喊话 在中国的眼中 我们三人站在这里参选总统 通通都是台独 赖清德 侯友宜和柯文哲选择假和平 赖清德指出 中国武统台湾 争取世界霸权的决策 不是任何台湾政党 或台湾人的主张所引起 台湾也不能靠全盘 接受中国主张 就有办法阻止 他说 中国在联合国民党和民众党 打击民进党 他呼吁两党 不要傻傻地跟着中国定义台独 也不要跟着中国节奏 一位检讨受害的台湾 赖清德向侯友宜和柯文哲发问 你们真的认为 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九二共识或两岸一家亲 再处处配合中国批判台湾挑衅 就可以获得和平吗 台湾 2350万条宝贵的生命 真谛可以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吗 侯市长 柯主席 我们一样都追求和平 但不一样的是 你们走向统一的假和平 我则是维持现状的真和平 赖清德强调 和平无价 战争没有赢家 他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敞开大门 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 达到和平共荣 他说 民进党对和平有理想 但不存在幻想 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 他将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强化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 强化国防 强化经济 强化和民主阵营的合作 以及强化威慑的力量 不引战也不卫战 以备战来避战 柯文哲 五个互相和北京尊严对话 最后 登场的柯文哲主张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以及在台湾保有现行民主自由政治体制 跟生活方式的前提下 以对等尊严的方式和中国展开对话 他说 希望台湾扮演中美沟通的桥梁 而非中美博弈的棋子 柯文哲在政见发表会上说 我们可以用五个互相的原则 跟大陆相处 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还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 其实我们都知道 大家各有困难之处 所以能不能在互相谅解的情形下 大家彼此找出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柯文哲说 他不会把台湾的安全 寄托在中国的善意上 所以他主张 台湾应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占比的3% 以保有一定的国防力量 他强调 要有足够的国防自主能力 才可能跟中国展开有尊严 对等的谈判 台湾三党总统候选人 政见速揽 在两岸议题外 国民党的侯友宜 特别聚焦司法 青年和能人政见 民进党的赖清德 则将重点放在经济与产业政见 而民众党的柯文哲 则是高举财政纪律和居住正义 并抛出联合政府的主张 根据美国之音的盘整 侯友宜的三大政见为 一 成立新的特征组 彻查弊案 调集专业人士跨区办案 办完案就解散 二 青年无好康政策 让年轻人轻松安居 安心生养 加薪圆梦 学费减压 公共参与 三 能源政策以核减煤 迈向无煤 在检查安全无余的情况下 重启位于新北市的第四核能电厂 赖清德的三大政见为 一 推动半导体 人工智慧 军工安控 低轨道卫星等五大信赖产业 并积极投资下一世代的科技产业 包括绿能量子电脑精准医疗等 二 推动均衡台湾 国家建设计划 各县市支持地方产业 社会企业 以及地方创生产业 三 扩大社会投资 加薪 减税 少负担三人责 柯文哲的三大政见为 一 总统应付立法院国情报告 并接受政党的质询 行政院长的任命需经立法院同意 各部会首长的任命应经立法院各委员会办理听证会审议 二 改善财政纪律 先提计划 再编预算 中央地方财政 划分法要改革 三 实践居住正义 大力盖设宅 大力改税制 大力补贴租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